正版授權手機遊戲新作《獵人獵人》 預計 2022 年第四季登場 《聖利女神離機》宣布將於 11 月 4 日正式上線 《馬奇摩保》是出開發中最新遊戲畫面 《奇路旅人大陸的霸者》確認將推出版體周文版 《Final Fantasy VII The First Soldier》 宣布明年 1 月 11 日結束營運 大受好評的懸疑遊戲《Oxen Free》 現在由 Netflix 在手機上推出《Oxen Free Netflix Edition》 只要是擁有 Netflix 會員的使用者 都可以進行在手機上以無廣告、無內購的方式 享受到完整遊戲 我們要扮演艾莉和技兄喬納斯 一起參加幾個好友舉辦的派對 大家要相約前往一座廢棄的軍事基地島嶼 沒想到來的只有五個人 而且關係還不是太好 在過度尷尬的情況下 艾莉、喬納斯還有雷獨自前往洞窟探險 卻沒想到遇到了一次又一次的神秘體驗 在某些地方 當我們身上的無線電轉到正確的頻率時 就會引起未知的現象 利用這項功能我們有時候可以開啟無法開啟的門 或是與另外一個世界的東西說話 究竟這座島嶼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艾莉他們能不能全員修還喔 一起來加入這場精采的冒險吧 《燭火地牢2 貓咪的詛咒》 是一款高難度的 Roguelike 橫向捲軸動作遊戲 要深入迷宮中尋找九隻小貓 並將牠們帶回女巫的身邊 我們扮演的英雄有個超強的特殊能力 就是能無限跳躍 輕鬆越過許的高牆 不過這並沒有讓我們獲得多少優勢 過程中會有許多難以應付的敵人 要運用遠距離、防禦、投擲攻擊等等方式 盡量避免被牠們打到 再一步步往前推進 迷宮中到處都藏有強力武器的寶箱 可以獲得各式各樣的稀有武器 隨時切換這些武器來對付不同的敵人 還要小心投擲類的武器會反彈把自己打死 找到貓咪就能夠隨機獲得一些詛咒能力 可以強化戰力 但要注意別打得太開心 不小心把貓咪打死囉 Dash Plus Game 是一款挑戰你的智慧的策略手機遊戲 邪惡又混亂的終極AI暴君回來了 在它的統治下 人類再次成為了機器人的傀儡 我們將成為天選之人 試圖應用策略幫助渺小的人類 對抗無情的機械軍團 肉身的我們要在商店購買道具 讓戰場上的勇士能化身為全新職業 像是裝備重型足球就能夠變成投擲手 背上急救槍就能夠成為補師 如果成功組合相同職業還能夠獲得額外加成 還能以最便宜的價格購入新的人類 讓他們直接上場作戰 但要記得控管人數 因為每過一關就會消耗固定的食物 如果大家吃不飽戰力就會下降 真有必要就請痛下決心獻祭同伴 確保隊伍能夠順利抵達下一關囉 題材溫馨有趣 結合休閒玩法和劇情的Spirit Bear 《靈魂遠去》 最近移植到了手機平台 並加入Netflix 的會員專屬遊戲 我們將來到死後的世界 扮演新人的百度人 建造自己的船隻 與恰好來到船上的乘客 共度一段最後的時光 玩法結合了各種休閒小遊戲 可以在船頭釣釣魚 和貓咪一同種菜 或是收割製作料理等等 隨著故事的發展 將會有越來越多有趣的動物靈魂來到船上 他們有著各自的獨特個性和生活方式 你可以為他們在船上量身打造自己的空間 和他們一同享受旅途中的點點滴滴 請無必好好珍惜每一個時刻 因為他們隨時都有可能與你告別 當那刻來臨時 你才會發現彼此的連結是多麼深刻 一起來學習該如何好好道別吧 由 Square Enix 在 2016 年推出 並在童年結束營運的首席遊戲 Alice Order 沒想到竟然繪圖轉身 要在台灣重出江湖並展開了山檔測試 遊戲中我們要根據角色不同的類型 安排他們適合的戰鬥位置 像是防禦型角色就擺在隊伍前方 保護其他類型的成員 戰鬥基本上才自動進行 當角色指標發光時代表可以點擊使用技能 也能夠開啟自動放技的模式 讓角色們自由發揮 每場戰鬥都有兩個共鳴點可以利用 將角色圖標往上滑 就能夠消耗共鳴點施放超必殺技 可是要好好把握只有兩次的逆轉機會喔 攻略關卡時會有不同的目標可以選擇 並有機會獲得不同道具 甚至看到不一樣的劇情 需要多過幾次才能夠看到關卡的全貌喔 當然遊戲中也有角色收集養全本要素 這次Alice Order 是否能夠轉身成功呢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等遊戲公測時來玩玩看啦 《飛艇騎士團》是一款畫風精緻可愛的放置型手機遊戲 我們要駕駛飛空艇跟騎士們朝著未知的旅途出發 遊戲的劇情過場演出相當可愛 描寫了主角在騎士團辛酸的直想生活和精彩的動作場面 而身為團長我們可以召集各種可愛又帥氣的騎士們一起冒險 挖機時隊伍就會自動戰鬥 戰鬥勝利就會自動收集敵人掉落的素材 同時解鎖下一個敵人 這些素材不但可以強化全隊伍的基礎能力 還能夠用來改造飛船增加基礎資源的產出 隨著我們實力撇強 每到一定關卡就會出現精英怪物和BOSS 打倒BOSS就可以解鎖劇情並前往新的區域 如果戰力達到瓶頸難以突破目前的關卡 可以選擇返航 返航後關卡進度和飛船強化雖然會被重置 但會根據關卡進度轉為經驗值 並永久增加騎士們的屬性 讓我們能夠朝著新世界繼續探索冒險喔 還記得小時候音樂客教的豆芽菜和五線譜嗎 這款高鷹鳥記號將喚起米娜成風已久的記憶 遊戲中我們將幫助一隻可愛的高鷹鳥 在廣大的世界上尋找久久未歸的主人 身為一隻高鷹鳥它卻無法自由移動 而是要透過五線譜並同時搭配鋼琴的演奏 才能夠讓高鷹鳥進行移動 當我們在這黑白相間的鋼琴上演奏時 高鷹鳥將會依照音階的高低改變自己的飛險高度 當前方出現障礙物或是機關時請切換音階 才能夠順利通過 熟悉演奏的玩家還能夠透過連點的方式 來加速高鷹鳥的飛行 說不定還會因此演奏出美妙的樂章呢 療癒放置型手機遊戲 Forestopia 烏托之森 是 Desertopia 荒漠樂園的續篇作品 我們要將整個小島的垃圾清理乾淨 並透過自動生產的種子 栽培各種植物、豐富物種並擴張小島 利用神秘的研究室 就能夠進行各種神奇的動物開發 合成出各種小動物以獲取食物資源 如果想提高合成出稀有小動物的機會 可以選擇使用飼料 但能不能合出想要的物種 最終還是要靠你的運氣啦 看似單純的放置養成遊戲 但背後其實藏著蟲蟲謎團 我們可以透過主線任務 得到零散的研究日誌 進而了解整個世界觀 也能夠利用島上的熱氣球出遊 以採地雷的玩法獲得所需物資 還能夠使用盆栽、路燈等裝飾 讓小島看起來更適合居住 看著自己親手栽培的島嶼越來越大 物種越來越豐富 就會有種莫名的成就感喔 隱藏著黑暗力量的鑰匙 在我面前顯示你真正的力量 喜歡骷髏魔法史的玩家 現在有新的手機遊戲 骷髏魔法史唯一鑰匙可以玩啦 遊戲收錄了骷髏排篇、小鷹排篇和透明排篇 讓你重新回憶故事的點點滴滴 玩法以放置可愛的盒丸、小小鷹累積金幣為主 只要建造的擺台夠多 就能夠擺放小小鷹並獲取更多金幣 抽到的小小鷹能夠進化解鎖 開啟新服裝和不同的盒丸塗裝 還能帶著他們出遊 放置一段時間又可以領取獎勵 簡直是可愛又萬能 本作還收錄了半回合制戰鬥的玩法 可以在劇情和生活日記、小劇場等功能中遊玩 骷髏魔法史中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服裝也都有收錄 透過升級小小鷹所取得的新服裝 可以用來因應劇情搭配衣服 另外在偶遇中也能夠搭配這些可愛的衣服 提高和各個角色的好感度 獲取一些提升好感度的小禮物喔 玩累了就來玩玩記憶翻牌等小遊戲 還有是一間可以隨意設定服裝造型 可以自己裝潢娃娃屋把小小鷹放在裡面 是不是超級夢幻可愛的啊 超人氣的英雄動畫《一拳超人》 現在也由騰訊取得授權推出全新的手機遊戲 《一拳超人》正義執行是一款回合制RPG 我們可以搜集各路英雄對抗城市內的各種威脅 每名角色都有不同的定位 部分英雄還可以發動 Add Bonus 幫助在行動順序上的隊友附加特殊的能力 隨著戰鬥推進 部分特殊英雄還可以使用超強的SG 一口氣掃蕩搶敵 謹慎編組隊伍再搭配這兩個系統和擊導提示 相信你的英雄之路就無敵啦 我們不時也可以前往其餘家打發時間 或是到模擬訓練和演練中心 來熟悉英雄的招式機制 再度感受原作的熱血劇情吧 今年初在韓國推出後 就備受矚目的暗黑風格動作RPG 2月13 on December 終於正式在台灣受限啦 我們將扮演強大的符文獵人踏上黑暗旅程 試圖阻止第13個蛇神惡魔的復活 創建角色時 我們只需要決定角色的外觀、性別以及名字 不用特別選擇職業類別 因為遊戲中將使用符文和裝備 來自由變化自己想要的戰鬥方式 就算是拿著弓箭也能夠釋放火球術 一邊跳躍攻擊的同時也能夠召喚生物協同作戰 還能夠使用連接符文來替特定的符文強化攻擊效果 遊戲自由度相當高 就看你想成為什麼樣風格的符文獵人囉 主打刷怪打寶樂趣的手機遊戲火炬之光 無限 經過多次測試後終於正式推出 目前遊戲內共有六名雄能夠選擇 每個角色都有各自強大的專精效果 像是冰夜吉馬能夠同時運用冰火兩種魔法 並從中累積能量後釋放強大的威力 聖槍卡里諾能夠將投射技能改為手中的彈匣 讓他擁有異常的射擊速度 我們能夠透過自由的天賦系統和不同的技能搭配 替每位英雄的專精打造出 屬於自己的一套戰鬥風格 現在就一起來嘗試不同流派 享受碩碩碩的打寶樂趣 ξ下地將概要打請 解除從北山上重搭配 放進去 好 在北山上 放到北山上 放在北山上 兩隻角 迫在中 be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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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